这个视频我们说说一个乘数中间或末尾有0的问题 我们看0乘5等于几 0乘5表示五个0相加的和是多少 所以0乘5等于0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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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还等于0 我们还可以根据3乘5等于15 2乘5等于10 1乘5等于5 从而推出0乘5等于0 同样的5乘0也等于0 实际上0乘任何数都等于0 我们来看一道题 我们可以利用数的组成来计算 把130拆成一个百和三个十 100乘5等于500 30乘5等于150 500加150等于650 所以130乘5等于650 我们也可以列出数是 5乘130个位上的0等于0 再记得个位写0 再用5乘130十位上的3 得到15个10 再记得十位写5 向百位进1 最后用5乘130百位上的1 得5个百 再加上进位的一个百 等于6个百 再记得百位写6 所以130乘5等于650 我们也可以把130乘5 看作是13个十乘5 写数是时 把十位上的3与5对齐 用5乘十位上的3 得到15个十 再记得十位写5 并向百位进1 再用5与百位上的1 相乘等于5个百 再加上进位的一个百 等于6个百 在记得百位上写6 等于65个十 也就是650 把0落下来 这三种方法都能得到 130乘5等于650 实际上一个乘数末尾 有0的计算方法是 先用这个乘数0前面的数 乘另一个乘数 再看这个乘数末尾 有几个0 就在记得末尾添上几个0 我们再来看一道 乘数中间有0的计算题 我们先将数位对齐 用7乘208 各位上的8 得56 在记得各位上写6 向十位近5 再用7乘208 十位上的0 等于0 0加上进位的5 等于5 所以在记得十位上写5 最后用7乘208 百位上的2 得到14个百 在记得百位上写4 进位的1 写在千位上 在计算乘数中间有0的乘法时 要从各位算起 用一位数 依次去乘多位数的每一位上的数 在与中间0相乘时 如果没有进位 要在哪一位上写0站位 如果有进位 必须加上 你记住了吗 赶快做几道题试试吧